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成为演习场上的焦点 当时的北洋新军可能没有想到 这种新式武器早在18年前 就已经成为了战场上的明星 1893年 英国殖民军在武力征服非洲南部 马塔贝莱兰的行动中 50名英国士兵凭借四艇马克进机枪 与5000名足以勇士展开激战 最终3000古鲁人 倒在了马克进的枪口之下 他们甚至没能靠近英军 100米之内 在马克进机枪出现之前 没有任何一支军队可以像英军一样 在如此悬殊的兵力差距中 获得胜利 而这一次 北洋新军演习场上 刚刚亮相的马克进机枪 很快就在中国的战场上 显示了他的威力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 起义军势如破竹 迅速攻占了汉阳兵工厂等军事设施 然而 这时候起义军还不知道 他们即将面对一个怎样的对手 那就是北洋新军手中的马克进机枪 起义军与北洋新军交战之初 就遭受惨重损失 阵地连绵失守 起义军发现 北洋新军手中有一种威力巨大 似乎有打不完子弹的全新枪戏 一些缺乏训练的起义军士兵 甚至一听到马克进机枪的射击声 就被吓得俩腿发软 就连作战勇敢的同盟会领袖黄兴 在战后也认为 起义军由于缺少马克进这样的重武器 而难以跟轻军抗衡 马克进机枪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武器 为什么会有如此强大的杀伤力呢 马克进机枪出现之前 已经有多种机枪出现 比如加特林 加德纳 诺登菲尔德机枪等等 这些机枪大都采用多根枪管排列 和手摇柄动力 实现连续射击的目的 马克进机枪则完全不同 它是第一支能够自动连续射击的机枪 马克进机枪的发明者 普通工程师出身的英籍美国人马克进 是如何实现这个巨大突破的呢 1882年 马克进赴英国考察 以解决自动射击的问题 他发现 士兵射击时 常常因为老师步枪的后座力 肩膀被撞得轻一块紧一块 这说明枪的后座力具有相当的能量 这种能量来自枪弹发射时产生的火药气体 马克进正是从其他人熟视无睹的后座现象中 为武器的自动连续射击找到了理想的动力 马克进合理地利用了火药燃气 从而使他的机枪不需要人为施加外力 并能实现包括退壳 送弹 再次激发的全过程 从而有效地提高了射击速度 老师手摇机枪 靠人力驱动 射击速度受射手经验和体力影响比较大 马克进机枪是一个全自动的机械装置 射手只需要按下射击开关 机枪就开始工作 马克进甚至还设计了一个射击锁 当锁与射击开关闭合时 即便射手不伤或者牺牲 机枪依然会继续射击 如果说火药燃气的应勇和自动远离的高效射击 对马克进机枪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能 那么一条长达6米和载弹360发的弓弹带 就是这顶机枪成为了真正的杀戮机器 现在再把镜头转回到1893年 英国殖民军在马塔贝莱兰的战场 在了解了马克进机枪的原理后就不难理解 为什么50名英军士兵可以抵挡 不以自己百倍的俗鲁势力 以马克进机枪弹带250发计算 从战争开始的头30秒里 四挺马克进机枪就已经在其有效射程 1500到2000米处 只造了一个由1000多发子弹走生的死亡评价 而俗鲁士兵虽然有5000多人 但是他们手中的标枪 却只能投掷60米到70米的距离 在这场战斗中 马克进机枪第一声枪响 就已经决定了胜负 二战结束前夕 有一支25万人的德国秘密部队神奇消失 据说他们是去了南极 建立秘密基地 这是真的吗 关注微信公众号所有视频 回复南极 为您机密这段历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